有人问我呀 如何做好社交化自媒体呢 做好今日头条呢 我告诉大家 从今天开始 你就记住红货这句话 厘清 什么是厘清呢 就是不该关注的人 咱别互粉 千万千万记住我这句话 是有的人说了 说老师我的粉丝少 我好不容易互点粉 还给他们厘了 给他们清了 你这怎么好呢 你就记住老师 另外一个词 叫做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是什么 是原点 什么是原点啊 打个比方 说你这个朋友圈当中 有好多好多人 是吧 你一定记住 决定你这个朋友圈当力量的 就是那几个核心 这就是你的核心关系 说你跟别人合伙啊 然后你的公司 从无到有一步步壮大 由十个员工 到更多的员工 那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是你的合伙人 这叫什么 这叫核心关系 核心力量 生活当中 无处不存在啊 核心原点 和什么 核心关系 这个原点的力量啊 特别特别的强大 那你想过没有啊 你跟人家护粉 你看到人家这个历史记录了吗 你点开那个跟你护粉那个记录 你看看 全是骂人的 攻击人的啊 全是不正经的人 那人家对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看待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的原点价值失去了 当一个人在自媒体上 没有原点价值的时候 这个人就完蛋了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说你那个认证达人啊 那为什么有三个达人 关注了你 你就好认证呢 道理是一样的 说这三个人呢 已经被什么呢 被尊重了啊 被认同了 这三个被尊重 被认同的人 关注了一个人 那就相当于你这个人也差不了 生活当中的这个道理不很简单吗 生活当中这个利用原点影响某个人的时候 我们简单可以理解为要推荐 这不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吗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一定要厘清 远离那些什么谩骂的攻击的这种人 你见着他你就远一点 然后把他拉黑的 你就你就你就千万不要跟他扯在一起 你更不能跟他护粉了 说来吧咱护粉了 护粉就是什么 就是慢性毒药啊 谁教你护粉的 谁让你们护粉的 那就是给你毒药吃 你护粉干嘛呀 你的意义干嘛呀 咱是来什么呢 来结交价值来了 对吧 说我以前啊 线下交朋友啊 有点难 我现在线上交朋友 我有什么不对的 有什么不会的 咱们在一起交流 同类者聚 你都跟不同类在一起 你都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原点100个人的时候 没有这个原点1000个人的时候 你就想快速来利变粉丝 你就错了 什么时候 当你的粉丝 能够完成10万这个基数的时候 说我有一个10万的 这样一个粉丝基数了 我这个原点族群啊 这些人跟我的价值观都相同了 有10万人 那个时候你为了点门面 你在知如何 或者说你没有精力了吗 进行一个更好的管理了 那都是你的什么 都是你的五度人脉 几度人脉之后了 你的核心的核心一定要什么呢 要精准 要都是一个金字 说你做土特产的 你就要关注什么三农的土特产的 创业营销的 如果这些人也关注你 你不就成了吗 前1000个粉丝 特别特别的宗教 记着我今天所说的话吧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最后告诉你们 人生当中不是多了 而是什么 而是少了 少就是多 多就是少 这个厉害关系 你们好好品一品吧